台電去年賠五千億 中油賠多少錢知道嗎 中油以為賠五千億 因為天然氣 副總統政見發表會上 國民黨候選人趙紹康 痛批政策錯誤 導致台電中油大幅虧損 被經濟部回擊 國營事業是吸收了 進口的燃料漲幅 成為阻擋輸入性通膨的 小撥塊 反批趙紹康散播錯誤訊息 他被更正的不止一項 國防部發布聲明 舉2023年荷蘭採購 四架MQ9 耗資六億一千一百萬美金 澳洲採購十二架 總價十六億五千一百萬美金 平均一架的價格 和台灣採購的差不多 台灣買的價格 並沒有比別人貴 甚至於還略低一點點 趙紹康應該要有勇氣 公開道歉一下 你講錯了 國防部亂講一通 國防部根本是講一半 一架無人機MQ9成本 是五千七百多萬美金 國防部不要騙人 高級的空軍將領 有提供過資料 揚言手上有內線消息 趙紹康還指控 政府阻擋BNT疫苗 高端炒股案等 都遭到衛福部澄清反駁 民眾黨副總統候選人 吳馨寅則是指控 人才培育有問題 台灣的技術人才 投資已經輸給了 亞洲四小龍的其他三國 甚至於落後 越南跟中國 吳馨寅的資料是 英美跨國私人顧問公司 被國發會打臉 不如用洛桑管理學院 世界人才排名的報告 指出台灣排名 第二十名 亞洲第三名 屬於前段班 而吳馨寅聲稱 台灣在疫情期間 實名制留下的資料 遭到外洩 健保署澄清 資料以全數銷毀 絕無外洩 但吳馨寅持續在臉書上 提出質疑 只先外洩才銷毀 民眾不了解一些 訊息的落差的時候 所造成的一種恐慌 所以這個確實對我們來說 也是一個在宣傳上面 比較費傷腦筋的部分 藍白候選人 在證監會上各種質疑 政府部門忙著澄清 拒絕讓證監會變成 謠言傳播大會 三十五 黃雲凡 永遠播台北採摩島